在社会消息的部分 华联县远雄海洋公园 在17号一早开园的时候 发现公用信封箱 收到了一封炸弹恐吓信件 远方除了是立即通报警方 也紧急疏散了约200名的游客 并启动紧急应变小组 闭园整天 以谨慎对待 而警方共同巡查 而初步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物品 17号上午11点不到 正逢花莲远雄海洋公园的营业时间 不少游客都聚集在大厅门口 但他们想进也进不去 反倒是被要求尽速离开 没进去哦 没有进来 我在外面有一个人叫做闭馆 闭馆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个工作人员说 那个好像有人记性见恐 恐吓对啊 他刚刚有讲就对了 所以就封闭路员这样 对啊 为了安全 你们会担心吗 不进去就好了 海洋公园罕见拉下铁门 闭园修馆 原来是因为在公用信箱 收到一封恐吓信件 远方除了立即通报警方 也紧急疏散200名游客 并启动紧急应变小组 闭园整天谨慎以对 那好在今天园区 其实只有200多个游客 所以所有的游客 是在11点半左右 已经全部的清理园区 那园区的员工的部分 也是在12点半 同步的全部撤离园区 那搭配警方做 第二次的安全的巡检 确保园区跟人员的安全 嫌犯声称已在园区放置炸弹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 针对可疑处所实施安全检查 并未发现爆裂物 经过警方分析 这起案件的犯罪手法 与近期国内多个政府机关 与大众运输系统 遭到恐吓的案件雷同 怀疑是统一嫌犯所为 目前已通报刑事警察局统一侦办 民众无需恐慌 记者徐立琴收风箱报导